基本上如果我打一次流感疫苗 现在可以出现的保护效果 大概都是三个月到半年 要戴口罩 然后多洗手 尽量跟孩子提到说 平常不要用手摸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 流感跟感冒是不一样的疾病 流感它是一个叫做流感病毒造成的 然后它会出现的症状就是高烧跟肌肉酸痛 会有咳嗽跟流鼻水 但是一般的感冒它都是病毒 或是一些病毒造成的 它就不是流感病毒 它如果有发烧了不起是微烧 然后可能会咳嗽流鼻水 但是比较少肌肉酸痛 所以我打了流感疫苗 结果我感冒了 那你打的本来就是流感疫苗 你打的不是感冒疫苗 流感它的进化性较大 它几乎每年都会有小小的变异性 然后基本上如果我打一次流感疫苗 现在可以出现的保护效果 大概都是三个月到半年 所以隔年的流行季以前 我们就会建议要重新再打 那当然一定有比较新的研究 希望能够研究出某一种疫苗 打下去一辈子就不需要打了 这个是很多科学家跟医生希望研究出来的东西 但是目前毕竟都还在研究当中 每年流行的流感种类不大一样 所以每年世界卫生组织会猜测下一个年度 可能会流行哪一种的流感 然后来告诉这个制造厂商说 请你制造出这样的疫苗 我必须要这样讲 它不能讲猜错 我们必须要讲可能是预测失准 你讲猜错好像太夸张了 然后所谓的预测失准的意思是什么 我今年流行的鼻型 然后结果你的预测是另外一种鼻型 所以你变成打了可能保护效果没有那么好 但是实际上你只要有打的人 他可能有一些交他的保护效果 也会有一点帮忙 每年再农历过年 都可能还会再有一波流行 我的建议应该还是要去打 如果我真的自己发烧了 尽量在家休息 因为不管你得的是哪一个病毒 只要有发烧 他们都有传来给别人的能力 那如果我没有发烧 我真的有去上学了 你也真的很担心别人传来给我 要戴口罩 然后多洗手 尽量跟孩子提到说 平常不要用手摸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 因为病毒要进去身体里面 它不会直接从皮肤钻进去 它一定要从眼睛鼻子嘴巴 这些跟外界相通的管道 其实管理大人小孩 运动晒太阳睡眠充足 这是基本配备都需要做 没关系 我们对了 我们对这个顺客人们做出不是 在这个顺客人里面的东西 做一顺奖 所以我们来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